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们至今仍然无法预料新型冠状肺炎的死亡率及有关病毒的详情 美国之音的报道称 尽管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等国家实施旅游限制和隔离措施 但疫情一旦变成大流行 即使是在两个或多个大洲持续流行的情况 将会为全球带来后果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总监不惜直言 具有非常非常高的传染性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成为大流行 但会不会是灾难性的 我不知道 据纽约时报报道 多个流行病学模型估计 武汉肺炎真正的确诊数字可能达到10万例或更多 尽管扩散的速度不及流感或麻疹 但病毒学家指情况已经超越SARS和MARS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前总监福利登说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病毒可能控制不了 因此它可能会像流感和其他有机物一样传播 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它会传播多远 有多广泛 据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索尼尔表示 武汉新型冠状肺炎病毒造成的危机具有爆炸性 而且前所未有 可能演变成一种流行性疾病 他指出 美国将会出现越来越多因接触密切而感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指责美国一直没有在疫情方面给予中国任何实质性的援助 反而是持续制造和扩大恐慌 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面临全所未有的威胁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美国愿意派出最好的疾控专家协助中国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索尼尔 2月3日为川普政府的旅游信令做出辩护 他指出 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所以做出了积极的决定 这个行动有很大的可能阻止病毒的蔓延 他称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专家 依然在等待中国的答复 是否让他们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一起进入中国评估疫情 据报道 川普政府1月31日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并宣布了一系列临时措施 包括对自中国返美的美国公民实行隔离 并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 而美国的隔离措施与中国北京上海对待反经反护人员类似 国际直接援助的媒体负责人托尼·莫兰证实 美国多个民间组织已经向中国寄去了大量医疗物资 他还说 还有许多美国的非政府机构和大公司和国际 直接援助一样向中国提供医疗物资 1月31日 美国制药巨头吉利德发表声明 称已经在中国展开瑞德西韦 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中的临床试验 莫兰认为 华春莹的讲话可能是针对美国政府 到发稿为止 美国政府还没有表示 要向中国提供医疗物资的援助 2月3日 白宫发言人迪尔表示 中国已经接受了美国的主动提议 派遣一个专家组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 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世界卫生组织上月底宣布升级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近日有网友发起联署活动 要求这段期间不时发表力挺中国言论的世卫秘书长谭德赛下台 据自由时报报道 截止今天上午10点10分 请愿要求谭德赛辞职的Change.org网站 已经突破23万人联署 并持续增加 目前目标设定为30万 报道称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蔓延 世界卫生组织将台湾排除在全球防疫阵线外 秘书长谭德赛更曾表示 对中国政府防疫能力充满信息 在世人对疫情充满困惑之际 世卫却大赞中国的透明度 谭德赛还称 中国遏制病毒疫情值得全球表达感谢 并表示不建议各国采取限制国际贸易和旅行限制 有网友把世卫的英文缩写WHO改成CHO 暗讽世卫在武汉肺炎爆发以来处处袒护中国 另据报道称 武汉疫情持续在全球过散 台湾被WHO拒之门外 台湾友邦史瓦蒂尼更在WHO执行委员会议中替台湾发声 遭中国代表抗议阻断发言 史瓦蒂尼发言时指出 中华民国台湾遭距离国际卫生条例之外 台湾的公卫医疗专家无法参与技术性的会议 这让台湾2300多万人置于疫情风险之中 此时中国代表抗议称 有代表利用发言时间大肆炒作涉台问题 纯属处于政治动机 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世卫组织法的宗旨原则 偏离会议主题 违反议事规则 请主席提醒有关国家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武汉疫情越来越严重 但测试试剂一剂难求 很多感染者无法得到确诊 难以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而非肺炎病人的疫情之下 也正在生死线上痛苦挣扎 武汉医院出现检测试剂和医疗用品短缺 封城意味着民众要步行数小时才能到达医院求诊 他们也很难才叫到救护车 当医院求诊的人士指出 他们要挤在后诊室数小时 很容易受到感染 因资源短缺 很多人最终被打发回家自行隔离 继而加剧了疫情的扩散 32岁的龙健表示 父亲为了做冠状病毒的检测 在7天内共跑了6间医院 在他们的社区 很多无法确诊的人最终在家里失去生命 据报道 还有很多没有感染病毒的人在生命线上挣扎 张希萌的父亲患肺癌晚期 在天门市人民医院住院近三周 等待接受化疗 1月底 医院突然通知他出院 说要配合天门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命令 把床位留给冠状病毒感染者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颜响元 1月31日接受天门日报访问时说 市里从当地四个主要医院 征用了689张床位 用于新冠肺炎患者救治 被征用的床位的医院 还包括天门市富幼保健医院 据估算 仅武汉一地 受疫情影响的待产孕妇 至少有一万人 疫情阴影下 留守老人 危重病人 孕妇 残障人士 少年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命运 更加令人堪忧 没有人知道 他们在围城中怎样艰难地活着 2月3日 竞逐连任的总统川普 大笔数胜出共和党 爱奥瓦党团会议初选 显然在党内没有重大竞争对手 而反观 民主党爱奥瓦初选形势未明 因技术原因未能公布结果 从结果可以亏11名候选人中 哪些人有望在这场选战中生存下去 川普胜出首场初选 在周三参议院弹劾审讯投票中 也几乎可确定破判无罪 尽管他几乎肯定会成为 共和党提名的参选人 但他两个儿子和其他盟友 周一人在爱奥瓦州为他拉票 民主党初选11名候选人当中 极左的参议员桑德斯 和温和派的前副总统拜登领钱 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前市长布迪吉格 和参议员沃伦跟随其后 但民调结果一直变化 令爱奥瓦州初选业结果相当难料 桑德斯沃伦与温和派参议员 克罗布车过去两周大部分时间 都留在华盛顿进行弹劾审讯 未能投入选战 拜登上周末穿越爱奥瓦州 游说投票取向未定的选民 相信他是达成民主党击败川普 这个头号目标的最佳人选 爱奥瓦州初选的选民 不采用秘密投票 参选人若取得不足15%的支持 就会被淘汰 较少人支持的候选人 其支持者可改为支持其他人 中美上月中签署了首阶段贸易协议 又恰逢中国爆发武汉肺炎疫情 彭博新闻网记者近日在推特指出 中方因疫情而寻求美方弹性处理某些承诺 彭博记者指出贸易协议其中一项条文就是 如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双方不可控的不可预料情况 导致一方延误 无法及时履行本协议的义务 双方应进行磋商 为之中方是否已经正式向美方提出磋商 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将于本月中生效 根据协议 中国会大举增加进口约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不过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恐拖累中国经济增长 曾有美国研究公司警告 一旦疫情失控 中国或难履行增购承诺 美中上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原定于2月中旬正式生效 不过现在传出在武汉肺炎疫情 持续肆虐中国之际 中国希望美国同意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方面 给予中方一定的弹性 这场疫情令中国经济面临放缓风险 并可能波及世界经济 另据苹果日报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发言人表示 美方尚未收到中方任何关于重新讨论 采购协议的要求 中国商务部则尚未回应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上周曾表示 疫情尚未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而对于疫情是否会给美国 在与中国第二阶段贸易协议谈判中 握有更多的筹码 他则表示 疫情完全与贸易就业和其余问题无关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预计将给2020年第一季度的中国和全球经济活动造成短期的剧烈冲击 虽然还不清楚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将传播多远 何时到达峰值 但分析师们已经在尝试估计 他对中国及其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 据香港01报道 巴克莱经济研究部门负责人称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中国受疫情影响程度 2020年 全球经济增长率范围从他当前预测的3.3% 到最糟糕情况下的低于3%都有可能 摩根·史丹利的一位分析师上周预测 如果情况持续三个月或四个月 全球经济增长在2020年第二季 可能进一步减少约0.2个百分点或0.4个百分点 日本经济新闻2月3日报道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就中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所导致的肺炎疫情 表示担心说 这有可能造成世界经济短期内减速 他要求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在2020年里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报道称 格奥尔基耶娃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表示 2003年爆发非典疫情时 世界经济降幅仅为0.1% 但如果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 已从当时的4%扩大了现在的18% 代表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恐怕大于非典时期 此外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首席经济师暂提发表的最新报告也指出 武汉肺炎对中国及环球经济带来严重危险 穆迪指出 中国旅游业因疫情而下滑并预期香港 泰国 越南及马来西亚等地区或国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同时预料拉丁美洲经济亦受到冲击 与当地生产的农作物 金属及能源商品需求及价格将疲弱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